科学建设没有什么穷人富人 其实科技才可以把贫富差距缩短 他做过台湾的交通部长 做过经济部长 他做经济部长那个时候 也就是我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所以十大建设把台湾的基础打下来 很好的基础 所以我们是趁着这个基础 台湾的中小企业跟着腾飞 在外销的产业 到现在为止 时隔了大概四十年 我觉得物换心意 其实原则都没有变 为什么当初反对建高速公路 他说所有的穷人都反对 为什么 他说那是给有钱盖的 有钱人才可以做高速公路 可是当初现在发现到 那个是个物流供应链 像台湾的交通就学艺一样 科学建设 没有什么穷人富人 其实科技才可以把贫富差距缩短